好啊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 12月15号上午11点 船外真是荧光素果 这个 村外妖容 对大雪刚刚结束 欢迎收听 集合游戏频道 最新一期的 家庭news节目 今天是打着初六华 来上班的Jerry 大家好我是迈克 大家好我是娜迪 大家好是杰迪 我感觉这期 咱们评论区一定有人说 娜迪终于回来了 对 假回 如回 如龙 不行真回 其实这个 上周其实刚刚报完 TJ相关的新闻 就是大家讨论非常多 什么这个奖项 那个奖项 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这个 喜不喜欢那个 是 然后一过完 TJ 我瞬间就觉得 好像就到了年底了 的那种感觉 现在国外基本也放假了 该放这个圣诞假期了 是 看这个各大音乐榜单 牛姐 那个 对 牛姐解冻了 解冻了 而且这个 因为游戏是一个 就是特别早期 他们这个宣发策略导致的吧 就是一到这个圣诞之前 就是必须得把自己这个当家的作品 就得都出完 是 要不然就该影响你家长 该给孩子圣诞买礼物的事 对啊 圣诞大醋了 对 所以这是 就是一过了这个12月份 瞬间就有一种直奔年底的感觉 但是今年圣诞党好像没啥大作 因为他就是得在圣诞之前出完 他不能留到这个圣诞 这不都出完了吗 对 所以就没什么了 对 所以就感觉有一种年底的气氛了 是 各个厂家现在也是开始推出这个今年的回顾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以前我还没太关注这个事 然后任天堂 先是回顾了这个2023年的页面 没有 先是索尼和微软 先是索尼微软 对 2023精彩回顾 商量好的是吧 同一天 上线了这个相关的页面 我还在等我的steam的回顾 年度回顾 暂时还没上 现在这年度回顾怎么越来越早了 怎么都11月底甚至都开始了 现在什么都早 都抢 双十一也早 我今年我看到我最早的回顾是spotify的回顾 好像上周就有了 对 然后网云的还没有的吧 没有 这是每年大活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微软索尼 然后任天堂现在也有了 我看了我任天堂的那个年度回顾 最多的玩的那个是 那个nspot 任天堂 运动 那么健康 不是 都是我家里人玩的 带打 我帮我妈狂打那个高尔夫 互相看不起 测牛 挺好 我的最多的是死不拉动三 但我现在也确实 基本上开NS 就是打会儿攻 然后也没啥别的 那你现在还玩 你是一直打出来了 我也没一直吧 就断断续续吧 就有时候隔个两三次不打 然后上一打会儿 但是活动来了 有时候还是会去看看 因为它也适合聊天 就是 虽然它有时候紧张 时候也紧张 但是整体来说 是一个非常适合聊天聚会的项目 那这游戏 你现在感觉改的怎么样 就是它更新的 但我只玩打工 所以其实它那些更新 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 你从来不打PVP是吗 新大招 它刚上的时候 我打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就不打了 我想我的可能就是塞尔达 塞尔达可能两百多小时 这么久 因为就是挺上瘾的 这个东西 塞尔达是挺上瘾的 因为我玩到后期 塞尔达就是纯过日子的游戏 就属于那种 今天上来探探图 然后收一收一素材 然后借点东西 然后把这一块 所有的素材都扫光 但是王磊对于我 可能是这次 他主线做得太好了 然后就跟野锤相比 然后这次感觉 他主线做得太好了 我打完主线的瞬间 我就释放 我就没有再提起来 一直在里面玩的那个劲 所以你不能打过早的推主线 我没像玩野锤一样 在琢磨什么额外的这些东西 像我那龙之类的之前 我打完之后 我就知道马上就要进中局了 我就不往后推主线 那你能忍得住 都已经把你推到 你再不去救塞尔达 你就是渣男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我知道 马上就要结局了 所以我要想着说 里面还有好多没探索我的 没收集的东西 然后没有见过的 好玩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是 重心应该放在那上面 如果刨掉这些游戏 因为塞尔达本来 应该是我今年 可能会玩的最多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今年玩的最多 我猜 应该是土豆兄弟 就狂刷 太过瘾了 你等Steam那个出来 扔掉我的脑子 我昨天又新杰索 一个角色 就是别人打你 然后你加5%伤害 然后他生命再生又特高 你就站着 人堆里站着 就是碰瓷 对 我今年玩的最多的游戏 是前二 一个是王类 还有一个是 俄罗斯方块99 那个也非常不用动脑 就狂个人干 那你登顶过几次 零 我也是 我最高打到前五 我最好一次就是二 是吗 对对 最好一次就是二 但是最后实在太紧张了 我最后我最好一次就是好像十二 我觉得玩那个比玩Apad都紧张 对 到最后就是狂手心出汗 但是我现在也没搞懂 他那个就给人十半子 加装块 这是啥规则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有几个方向 一个是谁攻击你 你攻击谁 这个我知道 就是他加方块那个逻辑 我一直 他可能就是你的技巧 技巧越高 技巧分越高 给对方的阻碍越高 那个T型装块 对 T-spin 可以做一个额外动作 然后那个就能加两倍 还是几倍 四倍 我记得是 反正那四个模式 我就一直选落井下石 那个模式 是都那么选 行 然后这样说一条新闻 俄罗斯方块99 和超级妈聊兄弟惊奇 将于本周五进行特别联动 那就是出一个主题 对 感觉又是背景 皮肤 主题 对 相关的东西 今年育三家 我看我总体时长 玩了四百 不是 玩了六百五十个小时 也没有特多 是不是这个晚上 带你打手游 对 你应该开一下 你幽莱蒙手游 时长 对 我觉得这个Apple Store 应该出一个 烧了两块链池 对 Apple Store 可能出一个年度回顾 什么 对 本来是一个睡前活动 现在整的 号召的越来越早 越来越不像睡前活动 昨天那玩的真的破房了 给班哥打破房了 怎么回事 还是我们泰菜 年度回顾 大家都可以看看 我看看这两天 机座也还可以 咱们是不是也要出年度回顾了 要 大家期待一下 年纪左右 坏了 可以 咱们还是赶这个正常的时间点 大家如果想刷这市场 最近多听听节目 对 不跟他们玩这个 多看看视频 那会统计那种 就是什么你的发言 什么之类的 什么你被禁言了多少次 被举报多少次 禁言多少次 你一共被多少人 你和1200人进行了争吵 别人发的梗图 你偷偷保存了50多次 有点想看 咱能整点的徽章什么的吗 这还有专门徽章 就是制暴者 全民公敌 可以 可以 不错 就给沙学老师减轻工作量了 谁有这回家 减轻工作量 法外狂徒 什么 你让沙学老师 叫残酷执法者 荣耀行星观 咱这实际就能玩GT6了 体验一下 对 你们刚才说的评判 我能插一嘴吗 你知道最近就每次饿了吗 出了一特好 我知道 出了一个制裁 我知道就是判官 就是判的评论是否合适展示 比如说有一个人吃了外卖 然后说外卖里边有苍蝇 然后和店家进行仲裁 然后你就可以以一个第三方 然后来判断 这个到底是商家的错 还是用户的错 就是12公民 对 那是现在中国最好玩的游戏 一个这个 还有我最早之前 B站 它有一个叫什么 封级委员会 也是这样 但它更多的就是评价 就只是单个的评价 就是说这个 适不适合展示 这个发言 加急问头 对 它并不是说从两方之间 取一个 那个美团的 青天大老 太逗了 那天上微博看 我现在是饿了吗 那个平凡官 但我一想 好玩 我感觉肯定会有很多人 发出那种距离谱的 有 有 太多了 太想看了 什么饭是上午吃的 人是下午霉的 这种 这么吓人 确实是中 语言不打精深 接下来说 斯尼姆 它明年的游戏节 现在公布明天全点了 是 我不知道他们以前 是不是有这样 我是今年是第一次 之前也有过 之前也有过 就是他会说 什么时候上 什么主题的促销 但这游戏节 你们看这名 不觉得有些都特别 他们这分类 指向性越来越奇怪了 人者 海盗大战 人者 对 海盗大战 人者游戏节 这啥意思 就是一边打折点 这个海盗游戏 一边打折点 人者游戏 但是里面有一个游戏 叫恐龙大战 机器人游戏节 恐龙大战 我不明白 他除了给那个 XP Premal Premal打折 还能给谁 还有那个GIGABASH GIGABASH 就是那个 有一个多人乱斗的 一个 一个游戏 也是这个 对 就是你可以演一些怪兽 然后可以演机器人 什么的 那那个2个是不是也行 对 还有一个牌组 构建游戏节 那必须 这杀戮游戏 卡牌游戏 对 游戏王 对 但是这种 就是这个计划好的 今天NARIA来了 我必须得 问NARIA一个问题 你是这个当年怎么 也不是当年 上周 上周如何精准预言 今年这个 看那游戏那样 最幽默 是一个正经 做游戏的意思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避免大家没看 那期节目 这个浩劫前夕 是一个我们之前在 NARIA在做这个视频节目的时候 提名了一个 当时还没有发售的 是 叫什么 最幽默游戏奖 对 然后这款游戏 在发售之后 果然以这个飞速 获得了海量的恶评 果然成为了这个 最优秀 最幽默游戏的 这个强力竞争者 然后终于在三天前 开发组宣布关闭工作室 然后但是好的地方 是这个玩家 现在可以获得退款 那到底就是烂成什么样了 你玩了吗 我没玩 我想买的时候 他已经不让买了 是吗 还是说只能说 速度太快了 实在是 痛时良机 一样太速通了 他们实在是 太速通了 现在这个都能速通的 我们之前确实有想过这种企划 就甚至我们想 我们要不就 咱就掏一笔钱 然后买一堆今年的烂游戏 然后逼着这个咱们编辑 一人分一个烂游戏玩 玩完之后 让这对编辑们做一块 对 然后谁的那个是最烂的 就特别像那个 什么心理创伤 忽住小组 大家围一圈 对 我这个游戏 当年也是犯了错误 就上来说这种话 反正就是挺神奇的 这个公司 所以说这个游戏 就是那种什么要素都有 就是个开放世界的 多人末日生存 对 就是那种 然后第三人称 动动射击 我就在一众高手里面 他强就强了 他一开始的包装 显得这是一个 就是很 今天大众会选择的类型 对 然后果不其然就 遭遇了最大的雷区 这个Fantastic 他们这个公司 是吧 对 他们之前有做过东西吗 有 做过好几个游戏 有一个 之前有一个 Prop Night 就是一个那种 捉迷藏什么之类 就是有点惊悚的 那倒是在Steam上 还挺火的 然后后来他们就做这个 感觉就跟咕噜 那个开发商一样 都做过还行的游戏 就是好像也不太一样 但这个 因为他最开始 那个片子 做的实在有点太过分了 就是你明显一看 就是 就不太合理 这个事情 就是你作为一个 因为你不算那种一线组 你比如你是玉璧 对吧 你吹这样的片子 我觉得还能理解 就是你没准能做到这个片子的 70% 75% 80% 这些状态 但是你作为一个没有那么大组 你不是一线组 你也没那么多人 你也没那么强的技术力 你甚至没有过以前这种案例 是 说做这种什么 那我觉得你上海 反应这片子 有85%的可能性是在骗 就是在骗投资 来偷袭 对 偷袭 对 所以这不就是 就很明显 就骗的非常的明显 然后再包括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以来 就是他老有些奇妙操作 然后让他 跳票 延期跳票 所以就是 说我们从虚幻4改成虚幻5 中间还闹过一次 这个还可以理解 我觉得 因为当时也有过一些游戏 有过这个需求 对 但他这个就是 反正奇妙操作实在太多 这不就是合理吗 这最后的结果 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跑路跑得非常合理 但是这个确实也产生 在我这产生一新问题 就是我现在接触到很多人 他们其实是做做片的 然后他们也用全程用那个虚幻5 就导致现在 挺多的 对 就是会不会产生一问题 就是我做游戏 和我做这个游戏的宣传片 这个越来越难以界定 那就是你实际的部分 就是你实际的 对 以前我们 全球封锁1的时候 对吧 那是让我印象深刻 能记一辈子的片子 那片子多牛逼 那上来 那一开始 它是一个播片 开那地图什么的 然后之后那画面 那个雪的效果 然后那个地上的积水的反光 什么多牛逼 你争议玩什么的玩意儿 虽然挺好玩的 但是 没有达到那么好的 预避早这么干了 对吧 越来越难界定了 到现在有了 预告片 它不会在角落里放一个什么 实际演示 但那个有约束力 就有必须规定是必须实际 就是必须是实际演示 才能放这个实际演示 我觉得这个就是君子协议 你信就信 你不信那就别信 对 也没有什么法律规定 说一定必须得是我这么说的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跳票 现在有的游戏 真的是就是那种 无下限的跳票 有时候四肢哥 四肢哥 就他甚至现在已经变成 有点像打水漂一样 一开始那几个跳票 力度还挺大的 现在渐渐都 你都没什么一人感觉 要没到水里了 他们不是刚发了一个 算是公告吗 就说他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紧张的开发 然后现在想准备过一下假期休息 所以四肢哥一共开发了多久 好久了 18年 我怀疑他们应该是不是这个游戏可能重新开发了 可能有什么大问题了 第三人称 我觉得是可能有一些 那太牛逼了 雄心 像做一些大的改动 变成多人什么开放世界射击了 但我老觉得这种就是狂跳票的游戏都很危险 基本上出来都会 我觉得对 跳票可能上线就三次 如果要是超过三次以上 这个可能就 那你看 你这也有个事不过三 所以我觉得比较过分的是那个霍格斯之仪 但是发现游戏发出之后还可以 骇行 真的是骇行 就是风中定律 我觉得是一般 就属于那种 哈利波特博物馆 就是粉丝 但是如果你喜欢哈利波特 你觉得玩的巨好 但是如果你要是单纯冲游戏兴趣的 那不好玩 有一点空 对 是 还是做任务轻点 对 我感觉他那个霍格斯之仪 他就是想了很多 但最后没做你 可能因为规模的事 就是那游戏好像是今年销量最高的游戏了 但是你对哈利波特粉丝来说 这个游戏算 那够了 巨爽 就是你那个学校里 然后宿舍 教室 对 设计实在做的太好了 每个门都能开 这点就特别牛逼 那吃鸡也每个门都能开 是 那这个确实对他们的受众来说 算是超出预期 说到TJ屏的这些东西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今年最过分的游戏 但有些游戏 就是它超出你预期 无论是好的层面还是坏的层面 咱们机组里面也做了一个讨论 不知道大家 大家怎么看 我看有一个朋友 叫Earth Boy ZH 然后他说 那必然是今天超出游戏 超出预期的游戏 必然是Hi-Fi Hi-Fi太这么好了 是 真的太这么好了 就是你进到那个世界里 这个所有的叶片 然后这个蒸汽 都跟着 首先它妙 妙在它没宣传 这个游戏 就是说上就直接上了 这样的话 你没有说先让大家有一个特别高的预期 然后到最后在玩的时候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的 这种情况 所以超出预期 是不是还得看这一开始藏的好 就不潜山 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影响 我是觉得 我觉得这都不是超出预期 就是你没预期 然后突然给你展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特别 算是惊喜 但也不是所有游戏都能走这个方向 是 它有游戏 它必须得宣传 是 奔着这个宣传来的 对 甚至宣传是主要部分 行 感觉今年很多游戏越来越像了 说了有点害怕 还有一位 咱们这个叫 哲哲哲的朋友 说这个 丰饶女神之头 是他这个今年最惊喜的 最超出预期的 我现在还记得 布姆咱们那个 大横屏的时候 集中测评 集中测评 小黑屋 小黑屋网吧 当时这个 给我们每个人下了30个游戏 紧张的 这个测试任务 每个游戏只要半小时 对 最后只有阿斌 这个宛如一股清流 在那玩了一天的 凤饶女神之头 这个游戏 当时最离谱的是什么 就那个屋子能进10个人 能进10个人测游戏 然后最多的时候 10个人在测 有5个人都在玩这个游戏 确实是很有魔性 我今年 我本以为会超出我预期的是王国之类 但是感觉他没有超出我预期 挺好玩的 但是没有超出预期 确实好玩 就是预期太高了 会不会 对 也有这个可能 对 我觉得王类真的是这个 是给推到那去了 就是他前期的一些新玩法 揪击手 余料建造 也告诉我了 然后进去之后 也没有什么藏着点什么特好的东西 是 我觉得所有的续作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主要他还是一是续作 二是基于原地图 是 主要我以为一开始 我以为他那个天空的地图 可能跟地面的地图是一样的 对 我以为是一样的 结果我发现是空岛 我就特希望 对 这个真的有点难为人 因为你地面上地图已经是现成了 所以说你 你就是这一次就是作业空中的地图 那他还有弟弟呢 对 弟弟是我超出我意料的 这个事完全没想到 弟弟真的就是一点没说 而且弟弟是如此重要 但是弟弟也没有那么好玩 是 黑咕隆咚的 然后地形也是比较单调 但我觉得那个龙类那个作剧好 是 整个这个系列任务 就是做的特别好 对 其他的我想想 如龙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如龙就那么回事 如龙是反向的超出预期 就是你期待很高 但是他一般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就是一个外转 对 你不应该对他抱有特别高的 我感觉他会讲一个很痛 然后很悲 太痛了 对 然后很尖锐的一个故事 这不都是八了吗 对 已经把这连续几周 已经把它给扎的可以了 然后结果七的故事 其实就是讲 他真的就是讲了讲 为什么童声会出来 没有什么超出预期 反正如龙全系列 在PS会员马上下架了 大家想玩可以玩一下 好 那这位朋友叫脑炸 他提到的超出预期的游戏是一戒二 你们怎么想的呢 挺好玩的 当然和打巴 还有凤儿哥连绩打了几个晚上 爽吗 这是今年第一个 当然是刷 然后他难度比较高 所以就挑战性还挺强的 天天在那个KOK里 听他们聊天 玩这个时候特别开心 那咱啥时候整两版 对 但是咱们可以玩Ready or Not 因为他的1.0上 刚上 我这个刚从我朋友那白嫖了一个 带着我 他那单人模式太褒了 我那天就是突破重重机关 偷门开了几个门 然后我心里终于进屋 然后我看看我那三个地图干嘛 我一会一看排成一列 就猫着腰在我身后站着 看你 巨蠢我感觉 咱可以一块 感觉 可以 咱就整点专业的 对 爆点 也不知道大家今年有什么 其他超出预期的游戏 是 那我们的评论区多聊聊 我玩的 我还挺 超出预期的 但是就不说了 你私下发我 对 那就继续说一下这周吧 这周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 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出了一条比较重要的新闻 我想放在前面先说 好啊 就是这个最后生还者 说他们这个多人模式遗憾取消了 我觉得还挺在意料之中的 是吗 对 因为他就是典型那种 我们可能会有些问题什么的 然后又突然过来辟谣 说完没事 这种 之前也有这种很反常 反复的新闻 对 这种很反常的这种举动 让我觉得可能就坏事了 我看了一下顽皮狗官方发的一个公文 大致的意思就是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取消 就是说他们在投入 或者说在策划这个多人模式的中 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经过评估 发现如果想把心中完整的这个多人模式做出来 可能需要全部工作室的人力 并且花费几年的时间 然后他们还是觉得说 当时他们就评估 说要不就分为两条路 要不就成为一家纯粹的在线服务工作室 要不我们还是走这个传统单人虚实游戏 最终好像还是决定是走单人虚实了 所以说就可以看 就是他们野心太大了 然后发现可能耗费的时间和人力财力太多了 所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前两年是不是索尼就是着了魔了 就是希望他所有旗下这种大游戏都做持续运营 是 太吃香了 就是觉得这东西来前快 对 然后去年也是收了棒机 这个肯定没什么办法 你刚才跟我说他这个底下的评论区甚至都已经关了 对我刚才看 就他这条推特的评论区已经关了 那说明不只是我们反应很大 对 主要是他也是开发了挺久的 就从宣布这件事 然后一直在放图什么的 包括两周前 他们不是放了说这个10美元升级的这个新版本吗 对 说是这里面有一个rogelike模式 就当时没觉得 现在这个新闻出现之后 我就甚至会觉得 这是不是他们多人模式开发的一些内容 凑不凑不 就复用 然后去开发的这个新模式 对 不知道他这个多人模式开发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你要是开发的差不多了 你突然说又放弃了 我觉得还挺可惜的 这件事让我有一个比较在意的点 是他们竟然评估过 江湾皮狗转型成为一个纯粹的在线服务 游戏的一个工作室 那确实我也不答应 我觉得 这个是我没想到 这是谁出的主意 对 简直是放弃他们最优势的赛道 对 跨度实在太大 罗斯尔都没干过这事 是 他们都没说我们以后不出单机 只出GTA Onlab 虽然他们过去几年 确实这么做了 人家确实是证明了 这长远运营他也有一手 对 而且你看罗斯尔 公司不小吧 那线上运营也是 其实也一塌糊涂 所以你现在在看那个 上YouTube看那个 幻影大宝克2 那个线上模式的切片 这现在都是神仙打架 比如说召唤出一个什么赛车 然后召唤出个恐龙 那狗比人都大 就全是各种外挂满天飞 就特别有意思 只要上了PC 那就由不得你了 总之 玩皮狗感觉也快四年了 也没啥新作品 这两年也是专注于 这个重置和移植 是 但他们公司确实就是个 慢工出气活的公司 其实另一边 索尼的另一个地方工作室 是摩尼卡 然后在TGA上说 那个战神 驻神皇后的那个 免费DLC也上了 是 评价很高 也受到了一致好评 并且他还藏了一些剧情 我看了一些剧透截图 一些截图 我看见了我自己 这就不细聊了 因为他免费的 反正大家可以去提 免费的就是最好的 对 确实超出预期了 这个确实超出预期了 我们本来以为 他就是一个刷 但是没想到 他藏着点 正经做了点新东西 但没想到 他们把 就是感觉挺容易 就是能激起老玩家 情绪的这么一个点 放在了DLC里面 还是一个免费的地方 你知道他们也没宣传 挺好 这周还有一个 最大的新闻 就是忽然之间宣布 E3 这个彻底结束了 正式成为历史了 我都没去过 这真是大事 是经这个美国 娱乐软件协会确认 没去过了 就因为最近好多人 咱们的编辑 都在发当年去E3的情况 我是没去过 你觉得E3跟科隆 其他这些展会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好尖锐 我也 如果你回答出来了 那我们确实会 E3还是挺 他可能更注重 这个就产业内人士 的这个 怎么说 的接待 就是开发者 媒体 然后KOL的这种 因为他前边很多年 都不是那种 完全对外开放 我是老听你们说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在 对然后他甚至在 其实 07 08年的时候 E3差点就死亡了 为什么 因为在那之前 就是他每年去人很多 都几万人 几万人的去 然后当时 但 那个时候 就是我也只是看了一些文章 说 就是分析 说当时有很多 这个 从业者 就觉得说 说这活动 不应该来这么多人 因为就是我 作为这个游戏厂商的人 就我希望是一些 比如说 有正经 专业实力的媒体 或者记者 来体验我的游戏 然后怎么着 就是说 可能就不是说 希望说全都是 还是想设一下门槛 普通玩家 对 还是想设门槛 然后后来确实也 改革过 07 08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参与人数 骤降 08年的时候 只好像只有5000人 还是五六千人 参与了 然后差点就死亡了 然后立刻到09年 又改成 就是 你差不多就都可以来的 还是不行 还是得都来 对 因为确实你作为这种活动 你还是得让真正的消费者 也能接触到这个事情了 因为你这是商品 对 而且他展会的逻辑 还跟他这些甲方的逻辑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对 我没去过一三 我感觉一三 他就是整体运营的一个裸鱼 特别乱套 就他又想成为一个贸易的一个地方 然后又想承载这个发布会内容 然后又想就是聚集什么专业人士 就是业内人士 然后还想就是把它弄成一个很商业的一个去卖的一个地方 就感到感觉他什么都想要 然后这个是不是导致什么成本有点高 导致什么 对 我怀疑是不是可能就是厂商说搭一个展台 然后就是他想享受一三期间的完整服务的话 可能估计得花不少钱 应该是挺贵的 但是后来比如从16年开始 然后好像是16年吧 就EA就不跟他们玩了 就是我自己单出来 我包了一地儿 然后但是我 但我还记着你这时间 就是六月份 然后这六月份我还开展现发布会 这时间节点我用 对 然后你一三在LACC开的时候 我在罗人机我自己包一地儿 然后我自己弄我自己的这些什么试玩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好多厂商都自己单出来弄 怪不得你们 然后微软不也单出来了吗 总转场是吧 对 他们都是展前发布会 是 就我还是用你这个时间节点 我蹭你这个时间节点 对 但是你这展会内的这些服务 其实我可以单拎出来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20年开始 可能厂商突然琢磨过来了 就是我好像不用再写下花这么多钱 我这游戏也这儿卖 所以可能就是对一三有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对 感觉他21年非常仓促的在线上弄了一年 对 但是不行 然后20年 那年事故频出 对 这时候就看到Gelf的这个布局 对 我也想这个 还是很精准的 这件事 一下这个渗透到 就是搞线上 Summer Game Fest 然后什么 你想 那个 就是一三期间的时候 有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发布会活动 是啊 对 什么PC Gaming Show Summer Game Fest Future Games Show 什么 就是巨多 大大小的 他们都排着班来 然后包括那些厂商自己就开这个 整天发布会 预备 索尼 贝斯达 对 他们就自己开 好像就是确实也不太需要 就是一三来帮什么 疫情结束之后 当这些东西散尽之后 可能一三也发现这个问题 好像就是感觉有点拖极了 没法解决了 对 一度觉得其实疫情结束了之后 他们会会回来 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杀回来 但是看来 也二十多年了 而且可能是不是厂商也都考虑 就是我们分散着宣传 就没必要 非要扎堆那个时间点 抬旋 就比方说 其实有一些小厂 我就没必要去跟你 这些 我根本抢不过你 对 三大厂 我跟你这个时候碰一下 没必要 这不就是人天堂吗 我突然通知你 我有一个直面会 对 而且就是昨天 对 你像人天堂这种 因为它已经太大了 就是它完全不需要 就它跟R星什么的一样 我根本不屌你 就是我自己就是流量 就我不需要去蹭 对 一个活动上的流量 他们开发布会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 我为什么也觉得就是 GTA6那个预告 不在TGA上放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他真的在TGA上放了 就是GTA通过他的这个 这个脸 妙手啊 就是把这个片子 拿到了TGA上 那这个事最尴尬的点在于 就是当这个活动结束 没有人会讨论 其他游戏 所有人都在说GTA 甚至没有人会讨论奖项 对 确实 但是可能我觉得这个事 还是在于就是 R星人可能根本不在乎GTA 我觉得是一回事 有点凶狠了 而且你看GTA 我觉得他在这个TGA上选的 是World Premiere的东西 你说他重磅是挺重磅 但是没有那种 就是像GTA6这种现象级的作品 我觉得他选的是那种 能让人眼前一亮 没有知情话题 但是他不会盖过TGA风头的这种东西 就感觉这两年TGA整那些 也没人干货 就是放片 这么一想的话 最后这个怪猎的这个片子 确实也就是刚刚有一点点超出 但是没有到说压住 但那也是花大饼 对 2025年的 他这几个重量级都是花大饼 overdose是吧 对吧 GTA真可以想 TGA这个事挺逗的 就是上周TGA开完之后 然后 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个特别尴尬的点 就是作为玩家看 然后看那些新预告的片子 其实也不是特爽 因为你看 哪怕 什么叫不是特爽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花大饼 是 对吧 然后包括小岛上台 然后和乔兰皮尔 互吹 对 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那种对话 完全就是在那尬吹 然后给他俩的时间又是最长的 对 然后就是我就作为玩家看这个 也不是特别的尽兴 然后呢 作为从业者 游戏开发者 大家其实都在说那个 就说上台领奖的人 然后发言限制时间给的非常短 然后包括就是 30秒 就是会这个后边有屏幕提示你 说你差不多得了 请结束 对 对 写的还挺直白的 就是作为从业者也不高兴 然后作为玩家看也不是很尽兴 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 这个 是 之前我们也聊了说这个 Jeff他是从就是电视这个平台 然后一部 但他是正经媒体人 他以前 跨到现在这个TGA的这个方面 但是这两种制作之间确实是会互相影响 所以能感觉他做这个节目也很挣扎 是 不知道 现在但是一三没了 利好一下Gelf 对 感觉是利好Gelf 感觉阿叶就只有他了 因为他对 他六月份有那些活动 然后科隆他也上场 对 科隆今年也是 然后TGA对吧 他自己的这活动 感觉已经成为游戏行业 对 一哥了 我靠 门面了 是 直手折天 你看这 他这个面子也够大的 请的谁 清少英二 面子老师能力者 是 清少英二都请来了 对 刚才看 那人家要去领奖的 这种认为了 肯定都是通知了 虽然领奖感觉不太高兴 我看最后 那最不高兴还是陶德 对 陶德在下面 陶德杀锅 对 陶德杀锅 吉姆大师 他有个片 有个星空片 那片 这真太尬了 看抠脚趾 他在这主要是为了 那个辐射电视剧 那个吧 是 对 但也没有什么机会 反正我是陶德 我早回家了 对 我看那清早二 英二拿那奖杯 下台的时候 跟拎个锤子似的 是 那奖杯正经挺沉的 那18年我们去的时候 然后去后台 对 就是当时去后台 就是还没开 开的前一天 然后去后台 然后还见到了Gelf 就是很疲惫 他彩牌什么的那种 但是还也就是 简单的聊了一下 然后举那奖杯 真的挺沉的 是 那你要给菜了怎么办 菜了他应该也没事 他应该 他那还挺结实 可能给地扎一坑什么的 奖杯也没事 直接掉到那个 菜了只要人没事就行 对 我刚才看了 也有游戏行业人说 说夏日游戏节 这个成本是一三的零头 因为他纯线上 他其实成本很好控制 对 然后我看他们说的还挺狠的 说夏日游戏节 以更文明的方式 向媒介展示新游戏 就是他的背景 他这个话语背景 就是一三没了 感觉这个话里藏刀 我今年是在做 科隆 科隆展的播报的时候 会明显感觉 科隆有心要接过一些 一三在商务洽谈这部分的一些内容 因为他今年报了很多 就是在科隆展期间 他们谈成了多少样合作 这可能是他们以前不太关注的 所以可能他这些职能会分给其他 进行了一波品牌宣传 经过效应 而且他今年科隆上来之前是 刻意说了 说我们是现在最大的游戏展 这件事 这个最大是怎么 我也不知道 是我占地面积最大 还是什么 开时间最长 对 就是在不同的比较体系里面 我不知道他选的是哪一个 但他有心 点出来这句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有信心 是他们的一个立场 说到这 我看咱网站发的一三新闻评论区 有一个叫 就是有一个评论 叫比可取尔代之 对 比如说你们可以 何去遍 是吧 那你要是这个一三 是什么 最少的人数 是五千人的话 那确实是有点这个 远不如核聚变 小核聚变的感觉 对 还得看我们本家 对 太狂了 一个个儿 对 反正一三以后就没法再去了 很可惜 对 我现在回想起一三 真的是好多经典的名场景 你是不是想到了某家公司 柯 柯 那是十几年前 2010年 13年前 诞生出来一段传奇 现在百看不厌 2010年 太厉害了 对 那些筷子人口的作品 99夜 99夜2 摔角玫瑰 对 还有舞蹈革命 就这种发布会 就是因为他这个作为厂商发布会 他要发布很多的游戏 然后你比如你有 你看EA其实前几年也有那种特尬的时候 是 他可能请的主持人就是不太好 或者说怎么着 我觉得每个厂商他都有尬 比如备赛下面的尬笑 耶 但是柯乐美那个 他妙妙在他所有环节全崩了 就是他没有一个环节是正常度过 但是我觉得特牛逼是他能扮下来 对 然后最后给大家呈现一个完整的 但是特别具有各种各样幽默效果的一个 那也发布会太久 就是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崩 对 他不是说这什么碰撞产生的尴尬 不是那种红衣少年在暴雪里那种 对 他完全不是 他是一个这东西打从设计之初 他就必然是一个 你知道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搞笑的成为越来越少 他就像是一个人 他从头到脚全是病 但他完整的站在那个地方 你又感觉他 你又感觉这是一种神迹 就是一种可能这世界上只有这一个东西才能 有点坚强 就这一个东西 对不会有 那个发布会 之前逗了给我安利 我看过 你看看那个 导演剪辑吧 导演剪辑吧 我看见你说跳舞那个游戏 跳舞那游戏 那制作人真的在台上跳了半点 Dance Dance Revolution No 我真太爱看那个 他那些观众是不是也请他是拖 好像不是 你看那观众那么冷漠 应该不是 对 XXYYY什么的 那是99夜 对 巨女比下面就鸦雀无声 我觉得他这活动 亏亏的他开太早了 如果他是2023年开的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抽象 这个活动绝对是流量最高的 还有不是请了两个摔条手上来 然后把这主持人架下去 在这拍胸脯 对 还有那个一上来就脖子就掉下来 那个 才大眼魔术 对 就太牛逼了 这个 那个发布会 大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这是 13给我的最大的感受 这是哪年 2010 好 虽然13已经成为历史 但2010年的科乐美 但也说点好的 你像15年 F7重制版公布的时候 卧槽 那个时候真的震惊了 那个时候 我当时在跟朋友语音 因为每年13我们都熬夜 当时所有人 能感觉到所有人呼吸在急促 然后直到 当时巴雷特那个手出来 我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来 巴雷特的手出来 我说卧槽 F7回来了 对 然后大家就 所有人就在语音频道里炸了 就那个时候聚开心 就是也有 13也有这种 很多很多 然是震惊的那种 那肯定 我给我印象 CDPR那个发布会也是 金鲁月威斯一出来 卧槽 那真炸 那我在现场看 还挺爽的 而且他当时还公布了 当时承诺的发布收拾期 2014 那你才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还是上午军周六 不好意思 那我也在现场看 招人恨 现场是不是特别炸 老美 有什么好炸 还是挺热烈的 就是非常热烈的 然后金鲁月威斯那就是巨热烈 大腕 就大家都疯了 就都站起来了 是吗 我印象最深的是16年索尼 开场 刚机来一战神 太牛逼了 那场是好 对 然后是小岛 宣布新工作室的死亡歌谦 然后弩歌一出来 我和当时都感觉懵了 都有点恍入隔世的感觉 对 我感觉很多场景 你不在那个现场 就感觉不到当时那种震撼 或者说周围玩家给你的那种热情 对 因为当时16年刚玩完那个患痛 然后那个片就是特别小岛 那种讲故事 他不是弩歌 是一个就是全裸 其实就是那个Naked Snake 然后他抱着那个孩子 其实就暗示自己死去的孩子 然后看着低风险有五个东西 表达特好 那个片来真太好看了 我看 然后那个乐队主唱 那个空灵的那种歌声 Io Key Coming 是吧 对 当时就感觉好多 就是真是只有在现场 对 在那个时间点 在那个地方 才能感觉到那种热情 对 对 我觉得他还是胆子大 他做这个片子 就小岛 做片子 他应该是就是很看重做片子 我觉得 到后来 我觉得他就敢在那个片子里 就是不放一些东西 就是他把 他把那个东西淘得很干净 小岛就喜欢玩这种戏吗 是 你想想最早 那个核心装备2的时候 我就不告诉你 我有第二主角 那个真的 等所有人玩到时候 发现我靠 怎么是这样 被骗了 对吧 小岛就是他就 他就很胆很大 游戏里有很多东西 但他因为他这个地位在这 或者是啥 他敢在做片子的时候 把你期望拉到最高的同时 他那些东西 我全都不露出来 对 那上午间之后 那是真没有东西 那是真空 16年的死亡搁浅 17年的乖猎世界 18年的上午96 19年的三小公公 2.77 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 季节一层 在前面就 也没咋看 我觉得你现在这东西 你再回想起来 就是充满了遗憾 青春 当时就熬夜 对 我当时记得我订了个凌晨4点闹钟起来 看那个微软发布 我当时感觉就心脏 蹦蹦蹦蹦跳 感觉自己真要死 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基本上从12点一直熬夜的熬到45点 对 所以就不知道 一三正式没了之后 今年大家这个发布会时间 还会不会都说要挤在6月份 还是说就很分洒了 因为今年是明显 整个6月份被分得很均匀 对 然后各个厂家发消息 是 但我觉得其实这习惯挺好的 就是大家不会扎到一两天 但是分在一个 就是有这个热记的这个时候 对 挺好 对 你们刚才提到说 玩家不是就是厂商不想扎在一两天 集中公布消息 怕流量分散 其实还是因为 一三本身的这个影响力下降 对 感觉就厂商也没必要再依附于这个一三了 我先上做个发布会 副个片也挺好 对 就放个片 现在互联网时代是吧 遗憾 遗憾 但是也是大势所趋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可能过几年TGS可能也 这还真不一定 是不是因为日本人 他就是这样的商业模式 对 我觉得日本厂商应该还是会继续遵守这条道路 对 日本人首有 那挺好的 可能最后只剩下亚洲这块可能再搞 倒太好了 但我觉得线下的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刚需 可能以后会改变形式 但是线下肯定不会 因为他还有这个就是商务洽谈的这个 是 Social需求 但TGS这几年不是在 一直在说要搞这个线上逛展这种东西吗 原宇宙 我觉得还是别了 我觉得实在有点扯 以后可以线上洽谈商务 别了 就是这个数字展览 是吧 然后他们也逛展一小时 然后需要续费 是吧 我觉得这种在VRChat里面搞过 就是你不花钱 你得排队 就是 花了钱可以早点 花钱只能打字 聊天室 这个排队为什么听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赛博排队 人家也得排 赛博排队 罚站 不管什么样 都得排队 但是你知道我最期待的 现在有一个这种线下游戏展 它能做成像Fujirock这种东西 就是在音乐节 你知道吗 就是在山里边 然后之后它会有好多个舞台 然后 多舞台那种 对 然后 比谁声音大 就是咱们在山里 然后之后 就是给每个厂商修一个大舞台 然后都离得稍微开一点 然后之后大家可以自己 比如说 带帐篷去 带着帐篷去露营在附近 然后你想去哪 你想去哪个舞台玩 就去哪个舞台玩 然后他每个舞台有一个时间表 就比如他什么时候开发布会 然后什么时候是玩什么游戏这种 然后你就可以狂跑在那 也可以 音乐节套 撒花 对 这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但是就是电可能不太好接 就是这接电比较费劲 主要你在山里面 下山雨怎么办 那感觉就只能像什么草莓音乐节 夏天租个滑雪场 在那个大斜坡 大家露营还挺壮观的 对 就肯定很痛苦 但是你猜完之后 干嘛去 自己给自己否定 但是你猜完之后 肯定觉得特别爽 是 A舞台4点到5点是 对就得狂赶场 那种就狂跑 也挺好 人就乌恙乌恙的 各个山头 对 然后晚上再有点那种活动 什么之类的 是 太爽了 可以 然后先回想一下 大的游戏展 T2S去过了 E3去过了 科隆去过了 Pax去过了 现在最想去的是B Summit B Summit还没去 对 还没去过 C老师去了 C老师龙马去过 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在京都 他们那边 B Summit会有 现场会有很多点 特别 特别独立的 对 特别新颖的那种点子 那游戏 非常好 现在就这个没去了 何院去过了 陈阿珠去过了 Weplay去过了 Weplay去过 咱们今年的发行组是去了 那个B Summit 对 但开头去了 去了 很可惜 现在就差这活动想去了 明年 明年咱们还发很多新游戏 明年我自费去 我自己去玩 可以 B Summit挺好的 还有什么国际大展 现在还 好像也没有特别多了 差不多 核聚变 科隆 就是科隆了 欧洲那边的科隆 咱什么去美国开核聚变 核聚变美国站 公站北美市场 对 特想在金字塔塔底下 来主持 在哪 金字塔塔底下 多棒 金字塔塔底下 埃及 埃及核聚变 太牛逼了 咱就一人被一厢 你们就跟这做梦吧 不是那不如在迪拜开 迪拜 对吧 那我更想在冰岛 那冰岛 奇光核聚变 你点那个脑鲁开 那哪 什么 捡鸟粪的那个地儿 小杨可安 可以 在金字塔底下 再过几年大胆点上火星开 真太爱去这种活动 虽然去的时候巨类 因为得也狂排队 虽然他有一些那种 咱们作为媒体去的时候 他有时候是那种提前约好了 但是不在主会场玩 因为他有那种专门的媒体接待的 小黑屋 场所 对 就有些这种活动 但是有些那种你特想玩的 但是没约上 你也得去排队 但是排队就是 时间很长 因为他人太多了 然后就得狂排 但是累是累 但每次一去完之后 觉得我操真太爽 是 就特热闹 原来我今年去参照 就觉得 没去过国外的 今天我去参照 就觉得特热闹 热闹极了 所有的场上 所有的人 就是有一种很亢奋的状态 爆发式逛展 快速等待 就是燃烧那么两三天 然后就尾了 然后立刻就完蛋了 累了 然后就有时候那种 你排队真是得冲锋 就是他因为 就是 限阵之志 去游戏展的时候 因为很多游戏展 是那种媒体 是提前入场的 比如提前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 那你也冲 媒体不用太冲 但是有时候 我们在场内的时候 然后看观众入场时间到了 然后看观众都是那种冲锋 对冲锋阵 游戏有一些误犯 你看TGS就是 他们好多人冲误犯去 因为在现场会有限定的什么 这不都不知道 今年北京合训变 我不是在资讯台吗 然后 被冲了 被冲了 可爱子 冲完吧 人把台子都搬走 就我那站着 我那是占军资 身上的功夫都扒了 手表给我吞走了 然后我那位置就正好 对着网络之行的站台 然后我左边 我左边两边就正好是入口 然后咱们的观众用户 不都背大包吗 你不仔细看 感觉每个人都在火影跑 就那种跑 然后冲着那展台 看着氛围巨好 奔着枪金手去 就感觉热情 对 何聚变 玩家的热情是特别高涨 但今年那个展台确实特别好 网络之影那展台 是我看的最后 甚至还有 我当时想把树给搬回家 我想瞬解合论时长的那餐盘 对 那个做得特好 你们这些人怎么 不是 我也想 手不干净 但是应该没戏 因为我听说C平那边说 他们应该是搬回去了 他们也想要 对 他们应该是弄回到总部去了 对 太帅了 什么叫凉本方便面 所以说 中国人怎么吃这个 对 所以我觉得展会有一个点特别好 就是你能看到很多厂商的心思在里面 对 对 并不是像说单纯弄一个展台 然后上几个收割就完事了 他们有些 就种 我记得就是18年去TGS的时候 那是展樱花大战 他们就在里面弄个很大的樱花树 在樱花树下面摆了几个机台 樱花树下樱花果 对 不是樱花树上 樱花树下你和我 对 他们就是有想法 之前参照也是 今年他们弄了崩铁 弄了个大的车头在那里 之前TGS的时候 那个宝礼之夜 弄的都特别大 是吗 因为你线上见 是吗 因为他有钱 所以就搞得特别的豪华 对 挺好 整个一比一 那个Travis Scott的演唱会 那个有点太难 Travis Scott没有 那艾米纳姆也行 好家伙 你们净说很 就做梦了 给厂商出难题 刚才火星都出来了 是 但我觉得埃及可以考虑 埃及那地儿也不贵 太热了 那是贵不贵的问题吗 那你真觉得 那还是真有点难了 总之一三 这个就是难说再见 是 聊了些有的没的 一三没了 可能以后会有新的 可能会有新的展会出来 对 大家会分掉他原来的一些 现在就看合计变了 对 能不能拿下北美市场 对 好 助理出击 对 加拿大呀 美国呀 墨西哥呀 墨西哥 拉美呀 都有可能 什么 行 那个聊演讲会 其实年底了吗 就是我现在是明显有种 就是 想给今年没玩的游戏 或者没玩完的游戏 准备 收个尾 收收尾 来不及吗 我感觉是来不及 今年真的是游戏太多 对 可不是吗 说来我就惭愧 我那波多这么三 我现在没通关呢 我想换一个 又想开一个信号 这都太花时间了 我发现也是玩游戏 就是不追求 一定要通关是吗 我不追求 就是体验了就行 是吗 我玩游戏 必须要通关 必须得通关 那你 那挺痛苦的 我觉得 对 塞尔达没通关 没有 对 我通关 说啥呢 说是说 那你这 那你这是不是半夜 突然坐下来 啪给自己两个 打碗光子 我怎么还没有通关 你最好说到做到 对别人很严格 对 那豆哥最近不是玩了 这个波爽子吗 那怎么样 他是否可以上我这个 准备 人生意愿 前给他 不是 你不是要收尾吗 这个不算新游戏吗 是 我就想这个春节玩啥 对 春节 还早着呢 你收到春节 春节必须是玩 最牛逼的 Hell Divers 2 那不行 春节必须玩如龙般 春节可忙死了 如龙般玩不玩感觉 我先说了 这个奔王子 正好上周是 预避交情我们过去 体验了一下 对 目前玩到的 还是试玩版 对 跟正式版可能会有些差别 但是他跟之前 Vplay展示的版本 有了很大的进步 包括画面 一些粒子特效 包括一些敌人的攻击的模式 然后都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玩了大约四个多小时 然后应该是击败了两个重要的boss 然后我听那个工作人员说是 应该是有20到30个小时的流程 这么长呢 对 很长 包括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支线 然后很多挑战 很多隐藏房间 你像全探索完的话 可能需要这么长时间 它是一个银河城玩法 但是融合了很多初代波斯王子元素的地方在里面 比如说他有一些非常烧脑的机关 就他们的机关是层层嵌套的 你开几个机关可能会 你说的那初代波斯王子是那个横板的 对横板的 对 因为初代波斯王子 其实有很重的解谜元素在里面 这一座也有 它就是不大像是咱们传统的银河城 可能解谜也有 但是没有那么重 对 它里面是有一些关卡 一看就是专门让你解谜用的 对 然后这个关卡中 可能还会用一些很奇怪的 就是很奇特的这种机制 比如说像有那种敌人 你在个地方解谜 那个敌人会过来抓你 抓你把你送走了 送到另外一个地图去 对 就送到地图另外一个区域 然后你再从这个区域再回来 那这玩意不会很烦吗 它就是 你可以击败那个敌人 但是就是它又会有这样的设计在里面 但我觉得这种来回切换 其实最烦的是赶路 就你要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 银河城就是这样的问题 这一座其实也有 那我不都不夸夸 今年玩的银河战是Prime 那个就是整特棒 整个联络成特棒 我觉得可能是 这次的波斯王子 为什么用银河城 就是增加它的丰富性 因为如果你要是按照老的波斯王子 那么去玩的话 可能现在玩家会觉得很单调 是 对 因为不够自由 它其实实际上还是个老的 还是个线性的玩法 但它增加了这种银河城玩法之后 你可以去自由探索各样的地图 然后每个地图它是不同的风格 然后它的这个机制 地图机制都不一样 比如你来到丛林 它会有那种 你打击它会张开的花 这个花就可以变成跳台 对 然后 听着这么熟悉的 然后比如你要去那个地下 它会有那种 那种毒池子 下水道 有毒的池子 还有一些钉板 还有一些这种障碍什么的 设计的都很有意思 然后它这一座也是没有升级系统 没有升级系统 没有升级系统 没有经验系统 你的所有的能力的提升 要么就通过强化武器 然后或者是佩戴护服 然后收集一些什么增加 什么你值得上线的药什么的 那个道具什么的 然后才能会让你自身有所成长 成长是有限的 但是其实花上很多 比如说你像这个 这次它攻击键只有一个 但是你可以通 你可以自由的在这个攻击中 带入一些蓄力的连段什么的 然后让你的这个攻击 更花上更多一些 那它战斗体验怎么样 我觉得是可以 就是它这次主打是一个格挡 就敌人攻击瞬间你格挡 也是防反 防反 然后敌人也有那种 不能防反的技能什么的 但是本身就是很简单 但是有很多敌人在的时候 你像他们的攻击频率会很高 敌人攻击率也很强 这时候就打起来就比较 就挺紧张刺激的 确实 这游戏在今年预避出的一堆游戏里面 就反而觉得这个最清亮的 我是觉得看着最舒服的 它是一个看起来挺丑的游戏 虽然角色有点丑 对 还有人很多 其实我写完那篇测评文章之后 很多人就说怎么带一脏辫 因为人家他不是王子 不是王子就得扎脏面 因为他是怎么说 我看了一下设定 他里面是王子手下的一个不死军团 他有几个不死战士 其中一人 然后不死战士里面是 有点民众大融合的意思 每个角色 他身着衣服打扮什么的都不大一样 都不一样 然后我当时看到有一个角色 他穿的有点像是中国式的那种铠甲 拿了个长枪 但他的名字是一个本地的名字 然后我看有一个读者给我留言 说他可能是当时就是中国 就是古人过去一只 然后在那边定居下来 那种文化 然后是 因为是不死战什么 所以就 对 所以就挺有意思的 他里面这个设定什么的 这就是 咋说呢 画面太丑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就是他确实脉相非常一般 但我觉得他战斗的特效什么的 我倒还觉得挺好看的 对 他就是脉相很一般 当然我也可能觉得说他可能是为了NS 往下拉画面 又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 也不一定 应该不是吧 人家可能就是想做成那样 你像这次不公布怪列Wild 很多玩家都说这个画面为什么感觉这么一般 然后就有人推测说可能是为了拉起NS2的机能水平 不是 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这点在里面 所以他的脉相很一般 但是玩法 还有目前所体验出来的整个地图构造 一些这个谜题设计 我是很满意的 不知道后面是不是空洞或怎么报说 但是银河城可不好控制 是 玉璧能不能控制得住 我也不知道 玉璧其实对于这个 玉璧就是太控制了 他们的游戏 是吗 我觉得可以相信玉璧 我们觉得玉璧主打一个不控制 就是堆量是吧 就我觉得他堆的东西都一样 我感觉他们就是罐头工厂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你说从雷曼到现在 他其实积累了不少横板动作游戏的经验在里面 对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一下 对 而且这次这个应该好像也不贵 因为玉璧这游戏都没那么贵 那豆哥能给我嫖一个吗 你怎么现在 帮我也嫖一个 你是什么 怎么回事 游戏圈的这个 对 白嫖王 游戏圈 身手怪 三藏 三藏法师 顶级要犯 身手 身手怪 所以再等等吧 反正1月十几号是出了 12 14 记不清了 到时候玩玩看看 看看这个游戏素质怎么样 行 我其实我还想说 就是最近玩点啥 昨天我们不是特别惨吗 就是在 在手机上遭遇了痛苦的三连败 然后我们转战 就是一个新游戏 叫Final 我 Max 还有范儿哥 我们仨不知道干了什么 然后就赢了 对 第一把 可能它是这个奖励局 对面六个人机 不知道 整局游戏 我就杀了一个人 结果居然还赢了 然后将我对这个游戏产生了一些质疑 也不是 就很开心 赢了就很开心 因为我是一贯不太 不太能玩这个打枪 手慢 赢了 居然还感觉到了快乐 还挺奇怪 这翻到来挺激烈的 巨快 那个战斗 而且我不知道它那个 是不是打头跟打身子没区别 因为 好像有 那肯定得有 因为它那个机叉时长还长的 而且你能看到那个对方的血条 对 它那个TDK确实 挺舒服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挺舒服的 但我玩这几天 我发现我现在对这个所有的灭火器什么的 就有一种患事 对 害怕躲着走 对 就怕有人给我扔我一个 因为我刚开始玩 我对那个 还有黄色垃圾桶 附武器啥的 我根本都搞不懂 我等他们那个都退了之后 我又进游戏一顿研究 我说这个是干啥 这是干啥 是 所以你还挺火的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 挺好 但是咱这严阵一带 真的可以搞一个 搞一个 带走带走 那你们最近有什么特别想玩的吗 最近 那肯定是二月的组组幻想了 对吧 那是 可现在等死我了 我现在就是看这个预告片 真的是 就是幻想 是预计二月初那个 三部吗 是那个七的第二章 七的第二部 这么快就慢了 是啊 就很快 也不快了吧 这多少年了 四年了 那确实不快了 但是哎呦 就想啊 尤其这次听那个主题曲 艾斯唱的主题曲 又是直动身符写的 哎 确实是那个味 而且他那个主题曲里面 融了那个艾丽丝的主题 就主题音乐 就是哎呦 真的是就不行了 迫不及待 有点 找个人给我一棒了 闷到那 我来 那我想直接闷到三月份 三月份好游戏多呀 龙石鸟二 圣兽之王 老人觉醒 暗于幻想 就没接着茬 总不接茬 立场了 立场了 不好意思啊 没有没有 最精彩的日本故事 是 这么一看 二月三月游戏真不少呢 如龙八 对吧 对 还有P3的重制 对 P3R 而且这些游戏都挺花时间的 对 我还挺期待这个NBA2K系列能好好做个 你是有点强人所拿 是 你是有点强自己所拿 行 游戏就聊这些吧 最后补充两个影视新闻 一个是至少在昨天还是传闻 但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已经正式宣布了 昨天晚上正式的确认了 就是小岛工作室 将与独立电影公司AR4 合作拍摄死亡搁浅的真人版电影 太好了 强强联合 AR4太喜欢了 是 一贯以怪出众的这么一家 我现在应该 他们应该不算中小型影视公司了 AR4这两年也是疯狂发力 今年奥斯卡也是大满贯 收获颇丰 真棒 那个什么是他家的 顺其全宇宙 对 妈的多元宇宙 太喜欢这个一鸣了 基本上现在一看那片的怪 基本上都是想一想 AR4的 我就觉得他们脑子怎么长的 太牛逼了 主打这个小时候怪的 他们就喜欢找这种片子发 就真的是眼光特别好 那会把死亡搁浅拍成啥样的 不知道 还挺期待的 其实死亡搁浅我觉得本身就挺乖 而且不知道那些演员会不会参与到真人电影里边 应该选 还是说就完全是新的选角 他说这个电影是讲什么故事了吗 没说 没说 就只是说合作了 那也可能不是 就还很早期 我估计现在 现在就是风光脑爆 对 我就觉得AR4跟死亡搁浅那个气质 其实挺微妙的契合的 因为死亡搁浅 如果你不了解他世界观众 你就觉得他特怪 突然看了一个BT 浮现在你那边 然后拿起来连着什么东西 你肯定会觉得 肚子里有婴儿 有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婴儿 对 还有那种 类似于仿生生物的那种机械 对吧 我觉得对于影视公司来说 死亡搁浅有一点特别好 它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毁灭 然后人在这个世界下生存的一套新的系统 对这类影视作品 简直是一个大宝库 就什么疯狂MAX这种就玩腻了之后 就看到这个确实是很震惊 是 但我表达一下AR4 他们拍过这种很大场面 然后很吃特效的这种 内战 这不是刚发了一个那片子吗 是吗 内战也是他们的 是美国新内战 对 也可以 只要有钱 只要创意到位 好看 怎么着都行 而且我觉得导歌他本身也挺喜欢AR4的片子 他看电影看这么多 是 他还挺圆梦 他本来想弄电影 他哪不圆梦 你看他这个OD 他太圆梦 然后这个马上明年年初要发他自己那个纪录片 纪录片了 是 自己演自己 我还挺想看这纪录片 我还挺好奇的 就成为一个戏录最窄的演员 对 肖琐夫演肖琐夫自己 贝格哈姆是肖琐夫 我想看这个 咱翻拍一个 可以 就拍导演就行了 对 导演72小时 导演能演好多人 对 白天演 周杰伦 枪琴手 剧形象 72小时可能拍不了 拍那个能送你回家 拍那个也可以 等以后等回遍的时候 就让导演录上那种问候视频 都是演的 对 咱的舞台混 咱该搞一门 对 都是说中文 我觉得 我是小岛秀夫 对 我在合剧变等你 下次要让导演出点靠子吧 对 对 我说嘛 就舞台弄一门 一推门 导演 导演的当幕在那发光 对吧 完美还原 他们不说我看的时候 根本没注意到 然后 那光大太逗了 对 那天8号专门给我 对 咔那小节 给我看 宾州可乐 对 所以你看 小岛秀夫 他也是爱玩这种东西 对吧 你确定吗 我觉得那不是故意的 我是不小心的 我说他那个PT那个门 行 现在不是大家也在疯狂的解谜吗 狂解谜 OD的那个预告片里边 对 热海嘛 阿塔米那个 对 然后又联系激进岭 对 静刚嘛 真行 导协家 导协家 终于来活了 是 不知道这AR4能不能 也能 对 我还挺期待 小岛这个精神 小岛那个纪录片 因为他讲的是 小岛秀夫从创作工作室的 到发死亡狗浅 那几年的故事 就一直 感觉这个应该策划很久了 对 然后那几年 其实网上也一直有很多段子 说什么租大楼的时候 那个银行经理 是小岛的 刷脸 都是 对 就这种段子 他就在各处都刷脸 对 像这种段子就很多 什么小岛秀夫 从科勒美离职的时候 只有银行账户里 冰冷的7000万美元 对 看看纪录片 都讲了那些 还挺期待 包括像死亡搁浅 这个真人电影 小岛秀夫身上 其实有挺多意识的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 为什么和民行者里面 那帕子是属于奶奶配的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巨喜欢 这不是 传言吗 对 这巨喜欢 我就要他 我就请来了 我听过小岛秀夫 最有意思的一个趣事 还是Ride老师翻译的 当时他不是 做《我太阳》吗 他当时拿着企划 去任天堂 找过我们冒他们 然后说着说 然后他们问 任天堂都问 说你们主题曲 是谁唱 小岛秀夫 押忌站起来说是我唱 然后当着任天堂 那帮人的面 唱了一首 然后说唱完之后 那个顾母帽 他们全实话 说那是坐儿 反正就特别逗 无伴奏是吧 对 无伴奏 人声清唱 干声 想想是有点尬 他也就面子 拿不起放到下 这就大师 还有什么 给儿子报 补习班 然后报完之后 儿子特别喜欢上补习班 然后有一次去看 说他儿子和一帮同学 在那趴地上玩Gameboy 就这种事 特别多 补习班是干啥的 补习班上补习班 除了这个影视新闻 然后昨天还是 就这两天 《沙丘2》也是官宣引进 但是还没有说具体是哪号 可以 然后刚刚说 A24 还有我月份最期待的动画剧集 《Has Been Hotel》 那是啥 叫上 是一个新时代欧美同人奇迹 是 他那个余奥片一出就炸了 他之前有一个试播集 然后播之后就是巨火热 是吗 对 他能看吗 同人满天飞 能 你搜就知道 好啊 设定巨好 对 然后配音什么的巨好 对 人物音乐 然后色飞了 但他不是那种色 那是哪种色 就是欧美 就是欧美动画中的一种很特殊的色 我只能这么说 他就讲了一个在地狱深层办的一个 酒店 酒店 对 是要这个洗净他们的罪恶 对 但是整个事是一个特别讽刺的事情 是吗 所以就 而且这个动画里面歌 就简直 就我简直爱死了 是 我觉得这是欧美动画的一种新的风向 小小宝丽也是吗 对 我的发小是马宝丽 经常就演着演着开始唱歌 然后我都是特别爱听那唱歌 是 歌舞青春嘛 都是嘲讽敌着你 是吧 就是演一演着突然开始唱歌 你说迪士尼 我那天看我最爱的这个博主 黄母春马 发了一个 说那个 说有一个这个被抓起来的这个囚犯 说给扫完球形 现场唱了个迪士尼 迪士尼 主题歌 巨尬 迪士尼这个影响力 小小修复行为 迪士尼这个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而且正好不是马上 咱国内那个上海迪士尼 那个疯狂动物城那个区 12月2号就要开放了 对对对 对 2号开放 然后说那个 说现在整个迪士尼门口 这个水马 嗯 就是就是已经排成了 就是已经提前布好了 长龙 嗯 说抱着4个小时能进去的 这个是扑 嗯 说可能就是 他不能弄成那种 像任天堂世界那种 就是提前预约 然后你到点才能 其实我觉得应该弄成这样 对 但他可能还是说 能尽量的让更多人进去 然后对 然后他们现在也发了公告了 说我们可能没法满足 每个这个游客去入园这个需求 然后所有的包括这个年卡的预 什么优先入场预约什么的 一切优惠都没有 现在几天 肯定会只能愣排了 就愣排了 那疯狂动物城真的能做到 像他影片里那种 就是大型生物 那么疯狂 小型生物在同一个城市里那种情况 我觉得肯定 就会走着走着路 然后忽然得停下来 然后等一个 比我小很多的生物过马路 然后那应该不能 上哪给你掌 但是可能只能就是弄那种建筑 就是用建筑让你有这种错觉 就想看那种特别小的 城市轨道交通 那可能给你一块 是那种特别小的城市 可能会有点 可能会有些装饰 但是我比较好奇他玩什么 还是 他有一个乘坐的一个设施 我看现在有人report 但我为了保持神秘感 我就一直没看 因为这个蜂蜂动物城区 应该是全世界独有的 我记得是 首家 对 天哪 所以估计海内外很多优客 都想着去看一看 我是昨天才知道 林娜贝尔 是上海 是上海先出的 对 上海先出的 他的设计师也是个国人 对 但是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这不叫穿沙打几吗 对 就是活得一塌糊涂 想买也买不到 而现在先够 你现在要去买 那个林娜贝尔 你要先入园 然后拿门票抽血 抽到资格 你才能去买 就玩这套 那可不忙 要不就买不到 就这么火 对不起 诸位林娜贝尔粉丝 我数次在自己私人聊天的时候 把他叫成安娜贝尔 你这也不是不行 整惊悚 温泽人都谢谢你 但是北京的环影 什么时候能开一个任堂 对 新加坡的已经马上 然后是好莱坞的 还是洛杉矶的环影城 对 然后也要上 就看北京环影城了 北京是不是富裕的空间 还是没有 现在就是狂船 船说什么 日本那边有监修过来了 就是和查看地形什么的 是吗 对 就是我看好多小的消息 就是说VIP服务 他们很多买VIP服务 就给他介绍 说这一块区域 是可能未来规划去做什么 然后有人就找区域图 发现有一块区域 确实跟任天堂区域的大小 这还给他们讲解 是很像 就是我们这儿让修 然后修的是什么 他们就问 问说这一块都是干嘛 因为他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 就比如说镜头有个门 对吧 他可能这个路 镜头有个门 对 员工宿舍 路修的很好 但是镜头有个门挡住了 人家肯定就问 说这个未来是干嘛的 你管的 那VIP客户花大钱的 你这VIP指在这个区域 原学家 对 大家现在都在传言 包括什么哈利波特27 哈利波特要27什么对角像 对 什么海格飞天扫子 还是飞天摩托什么的 就在传 对 就大家听个乐 但是北京环球确实是比较小 感觉 对 因为他还要建二七三七工程 且等 慢慢弄 对 但其实我在想 如果你说北京环球城 你建一个 这个 电天堂区 会不会有很多人过来捧场 会 会 就是你全中国的人都可以来 我觉得超级马力 你从全中国 你非北京 你总比非日本要简单 因为我发现一个事 就是因为之前 环球确实跟王者荣耀搞合作的时候 就说王者荣耀 能有多少人玩 但是去现场看 巨多年轻人 王者荣耀在中国 那你开玩笑 那买VIP票 是不是就是他在花车游行的时候坐车上 跟人招手 有这个吗 我知道迪士尼的是抽 他会有人过来问你说 不是 比如说你今天过生个人 当然就是特尬 对 上回我们去环影的时候 开花车就有 后边不知道是谁坐在车上 反正有几个人 然后回首 回首 我知道迪士尼的 比如说你今天过生日什么的 他可能会有一个人会过来问你 但他怎么知道你今天过生日 因为有些人过生日 他身上会戴那个徽章或者是 聘 对 因为你戴那个 工作人员 对 也挺累的 你戴那个工作人员会跟你说生日快乐什么的 就会很开心 所以可能 谈酒我们得懂 对 可能就是工作人员会过来问 说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 你要不要去试一试什么的 你过生日送你一个 我也觉得挺尬的 蛋糕送的那帽子 那纸帽子 我也觉得 你过生日我们送你一个射死机会 来吧 所以就 还是分人这东西 期待期待吧 期待 但说到这个动画电影 想起这个公共熊猫4 也是这周出的 也发预告片 还拍呢 对 我也不知道再讲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展示了一下这个新的反派角色 反派 变色龙 是一个变色龙 还倒是还挺帅的 然后这个什么 以前的那个白老虎也整回来了 太狼 太龙 对 就是吸取了他们的能力 这个人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脊方角色 是一个 是一只漂亮的狼 还是狐狸 对 但是看着特别不像公共熊猫里的角色 像是风光动物城 看着像风光动物城里的角色 确实 但这个东西真的拍4合适吗 我觉得3就很怪了 3是哪个父子 3是对 最后打那个老牛 他师傅什么时候没的 是3吗 他师傅不一直归在呢 他师傅的 是师傅的师傅 他师傅的师傅 归是1的时候就元祭了 就元祭了 1嘛 对 他的师傅叫 他的师傅英文叫master师傅 师傅 master乌龟 对 master师傅就是师傅师傅 师傅师傅 对 就特别有意思 估计韩运城可能会有联动吧 我觉得前两部真的是挺好看的 是 二代的那个反派的孔雀的视觉做句号 对 当时我记得影片上映的时候 某世界还在运营 熊猫人刚上了 出来的都是什么阿宝 对 什么神龙大侠阿宝的 全起这个名 然后我一个朋友起名 他就叫平先生 平先生不是他干爹吗 阿宝的干爹 上了去成都 然后去了那个大熊猫繁殖中心 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人专门给每个熊猫归类 然后有一个就是说是当年阿宝的冤行 对 这都有 我们还看到了 那牛逼 行 也特帮 好 那么本期约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差不多了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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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